高雄瑞峰夜市越夜越美丽 人气迅速火热加温 各式LED招牌在夜空中耀眼闪烁 对着游客花之招展大吸睛 众多美味中生意最火的是这摊 来到高雄瑞峰夜市 千万不能错过的书炸大鱿鱼 我们面前火的书炸大鱿鱼 炒食店在这里 被泡泡又迷迷的大鱿鱼 在油锅里炸得滋滋作响 光用看的就让人猛吞口水 小小的摊子前 挤满了巧手盼望等待的客人 蛮嫩的 蛮嫩的 应该是还蛮新鲜的 那粉不会太厚 不会说有些时候 你看起来好像很大份 那只有粉一堆 东西很少这边还不会 还蛮好吃的 每次来都要排队 对 就要排很长 你最常排多久 最常排20分钟吧 我们面全国的书炸大鱿鱼 创始店 来吧 7号取餐 谢谢 摊子前招呼客人 点餐派餐的是老板娘陈立敏 书炸鱿鱼女王 全台炸鱿鱼第一摊 带动宝岛小吃新品项 引发全台湾跟风 模仿的超过上百家 但真正的好吃秘诀 没多少人舍得跟进 我觉得一个东西 一个炸物好吃的关键 一定是在它的那个油脂 食物在怎么好吃 然后你的油 不新鲜的话 炸起来还是口感就会不同 沙拉油一桶700块钱 一天要用掉两桶 假月三桶 光是油的成本 一天至少1400 一个月超过45000块钱 几乎是一个老鸟上班族的薪水 但陈立敏换油不手软 绝对不为了省钱 而扎掉自己的招牌 你每天换油客人吃起来 他一定是知道的 舍得有舍才会有本 做吃的是良心事业 要怎样做做好吃的食物 就是你把那个 你要卖给客人的食物 就当成是你自己要吃的 就这么简单 油锅天天换油 炸出的鱿鱼金黄酥脆 肥厚弹牙 地瓜粉只沾薄薄一层 不止不油腻 还不会皮肉分离 一只鱿鱼要5到6分钟 才能起锅 排队的人潮一多 整个半小时是家常便饭 想吃还得有耐心 为了不让客人久候 陈立敏光是瑞丰夜市 就有两滩 来分散人流 加快搜钱速度 平日一天700支不够卖 假日上千支供不应求 生意好到国税局找上门 是瑞丰夜市唯一缴税的摊商 一年我只给你算10个月好了 一年30万支有了 请问现在在露营吗 在露营吗 冒冷汗了 有这个是 7月的高雄前阵渔港 忙碌程度跟太阳的热力成正比 这里是全台渔货量最大的渔港 也是东南亚最大的远洋渔业基地 每年5到7月份 年初到西南大西洋进行捞捕作业的游钓船 陆续满载而归 肥后鱿鱼在阿根廷海域捞捕后 立刻急速冷冻 带着百分百鲜度回航 在前阵渔港卸货的鱿鱼产量世界第二 每年产值超过60亿台币 要吃鱿鱼 高雄绝对是全台湾最新的第一选择 走进旗津海边的巷子里 这里是鱿鱼批发商的冷冻工厂 陈立敏的鱿鱼供货来源 婆婆妈妈们正忙着处理大西洋回来的新鲜货 这不是最大的 这个还算小 对对我们今天刚刚洗的是这个尺寸的 我们还有更大的 比它多一倍 这样啊 鱿鱼摘眼清除内脏前得先泡水解冻 不过一般的自来水鱿鱼不爱 工厂设在旗津海边的目的 就是要抽饮海水过滤 让鱿鱼以为回到了大海里 它在转的时候就好像它在海里面 这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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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就是会比较 好像是还会活化的感觉 因为它本身就是生活在海里面啊 脱离的时候 它们它的表层就会开始慢慢的一些老化的感觉 皱掉或老化 鱿鱼 它碰到淡水就会这样 对 天天帮鱿鱼近身 鱿鱼怎么选最棒最新鲜 杭阿莱的高手大方不藏私 不新鲜它就会泛红 它的表层就不会像这样子那么的摆 有一阵子没到工厂走动 见到老朋友 陈丽敏二话不说坐下来倒咖啾 他们都坐十几年了 每一个都是我师父啊 都是他们教我的 我动作算最慢的 太了 陈丽敏的乐观特质很具感染力 脸上随时带着开朗笑容 不过曾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陈丽敏笑不出来 民国88年 因为娘家发生债务困境 防止面临被拍卖的危机 爱家有责任感的陈丽敏 不忍心让年老父母 失去住了大半辈子的家 于是出面斡旋协调 没想到让自己的人生陷入黑暗期 以为自己可以吧 我就帮忙处理 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处理到 债务全都在我身上了 因为都是我开票给人家的 身上背了300多万债务 陈丽敏只能一肩扛起 营业出租店的收入补不了动 他和先生于是把店收了 四处摆摊贩金 卖过包包内裤生活白货 一天三室 早室五室加夜室 每天收的现金还债之后 再去批第二天的货 被生活逼到绝境 摆摊之前几乎钱都补货 补得光光的 然后身上都没钱 连百块都找不出来 连一百块都找不出来 然后卖的钱呢 就是赶快叫孩子赶快去买面 买饭来吃 最惨的一个记忆 就是说寒流来又下雨 可是不慢又不行 然后下雨天 雨连云伞都买不起 孩子躲在别人摊子 然后我在那边淋得满身吃 那时候陈立敏拼了权力还债 但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他缺席了孩子的成长历程 父母的房子最终也没有保住 常常搬家 我爸爸都搬到哭了 女儿第一次小学的第一个考试成绩 就零分了 我那天我就哭得很伤心 因为我觉得大人的过错 竟然是让孩子来承受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 七年前偶然间 陈立敏发现夜市的烤鱿鱼生意很好 念书时就爱吃这一味 陈立敏心想 何不干脆来卖鱿鱿鱿 为了做出区隔 他改用油炸方式 推出后果然一炮而红 靠着酥炸鱿鱿骨底泛生 前几年我还是都没有办法很 很坦然的这样去讲那段故事 可是现在就是会比较 心态会调整得比较好一点 就是觉得走过了 更能承担 就觉得说没有走不下去的路 以前觉得那个活不下去 走不下去都走过了 真的我觉得再大的苦 都没有以前的苦 下午四点 瑞丰夜市吸睛standby 陈立敏也开始前置作业 奶昔粉加水 搅拌均匀变成奶昔水 这是创业前他在家实验好久 才成功的独门配方 加下去的作用是什么 让鱿鱼会有奶香味 好险没有腥味 独家秘方就这一个 那我这样拨出去 人家就知道要加奶昔粉 可是奶昔 它不是只有奶昔 还有什么 不然不要 请他给我讲了 鱿鱼它本身海鲜的话 有的人会觉得它会有一点点的 海鲜的腥味 去掉腥味 一般人想到的是加葱姜蒜 对 我也试过 可是觉得这样试起来 鱿鱼因为它本身的鱿鱼就有咸度 这样加起来太咸 刚刚送来的新鲜鱿鱼 清水再做一次清洗 抽掉软骨浸泡到奶昔水 五分钟入味 沾上薄薄的地瓜粉 就可以下锅 变身当红炸鱿鱼 就是不想跟别人一样 因为烤鱿鱼已经很久了 也很多人 就是那时候想要做一点生意的时候 就想说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别人没有在做的 然后大家的那个食材 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东西 自创的美味在夜市大受欢迎 陈立民把握时机穷穷穷 一年365天只有台风暴到 夜市关门才愿意休息 都会有职业伤害啊 什么职业伤害 像手啊 手肘啊 就像网球手一样啊 来 接下来吃 我们是2013年的全国夜市美食第二名 2014年六方夜市唯一入选 全国盘大美食的酥辣大鱿鱼 经过一定要进来买 经过一定要进来买 而且今天子民还要买巨无霸两只才够吃 经过一定要来买啊 对啊 我们刚经过本要走了 他们说一定要进来买这样子啊 所以你平常都会避免经过瑞丰叶市 对对对对对 只要经过他们就会说 我要吃书炸大鱿鱼 而且是要子民这一家的 口味很道地 然后它的材料 用言语无法心哦 有强烈的动机 坚定的目标和专注的意志 陈立敏靠着双手 终于还清债务 人生由负转正 有一句话天道筹琴 我觉得勤劳跟坚持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老天爷都有在看 你今天很勤劳很坚持的话 做对的事情 我觉得上天都会给我们一条路走 生意好到成为瑞丰夜市的西客大磁铁 夜市的管理顾问公司 还特别聘请他担任经理 分享经验 创造共融 可能老板会觉得说 我把自己的摊子也管得很好 所以希望我也把整个夜市这样子 照我的管理方法 然后再把它带动起来吧 有没有信心 你觉得这个夜市 这几年还有成长吗 有耶 现在全国知名度很高 那就是可能我们有小小的奉献 问他接下来的目标 陈立敏感恩知足 希望弥补家里的空白格 一方面维持既有的成绩是最大心愿 把简单的事做到最好 就像你今天我只有卖一样产品 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要在东卖什么 东卖个什么我就说不要了 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 不开关键了 我也不想要再开灯灯 这样我很失望 我也想在台北摆一摊 有机缘的 就像由于历经高温酥炸 才有入口的又酥又软 多层次滋味 陈立敏的夜市原生历经磨练 更称出苦尽甘来的珍贵 沙拉汤好 好 配 大概几个 20个 很鲜甜 那个汤吃不想说 所以刚刚我在吃 第一个的时候还小心一点 免得会烫到 今天就好一定要排队 在我来吃是第一名的 酒房的馅 在外面比较少 而且都是馅包 它没有加什么香料 很便宜啦 想到就来吃 就像是传统台湾歌谣 三个段落 组合完整的词曲故事 高雄自强三路上 美味节奏 每晚也在宜家的摊子里 三段一曲 演绎夜市进行曲 座位区一口一颗白胖水饺下肚 填满其长鹿鹿的晚餐时段 前台三人六手 五秒一颗 赶着和内用外带的客人比速度 现包 现煮 现吃 是在地韬客熟悉的长鲜方式 鱼家哥哥于世平和太太 正手前台 包脚点单 自成律动节奏 双手没停过 来越难洗我 拿我来这边才知道他卖这个 你来台湾才吃过水饺 对 那你第一次吃水饺什么感觉 不习惯啊 以前不习惯 现在习惯了 好吃啊 自己卖当然好吃啊 来 这边外带 外带也六十颗 包成两个 地鱼是墙 水深 火热 衣服当官 滚煮水饺 海派驾驶十足 大火沸腾保持热度 随时加水 维持清澈度 水饺更容易熟成 是达人的专业细节 实话实说 别加比不上 哇 还比较少许 对 不是差不多是四十 有好多叫 自豪自加水饺别加比不上 从父母辈开始摆摊至今 两代五十年独孤一味 酒黄猪肉水饺 馅料的一比一菜肉 还是现拌再现包 新鲜度百分百 鱼才挑会出嘴 所以有多少 挑多少 我们来是变得酒黄 因为这些酒黄的东西 酒 清兵 做我们的独特 我们的专门 就做专门 坚持做专门科 专心一意在酒黄口味 做到专精 甚至不愿分心去做最常见 最多人喜欢的高丽菜水饺 精兵政策奏效 已经在韬客心中 树立酒黄水饺专业印象 虽然兄弟俩学历不高 但在社会大学夜市分校 已经是行销经营的高材生 把一样东西做好 每天一大早配合的猪肉摊 送来当天的温体绞肉 于是平就得为当晚的夜市舞场 开始练功 腿肉脂肪较少 加入肥肉混合增加滑润口感 而酒黄精挑细选 叶片要宽厚坚韧 口感才够爽脆 这一斤一百 以前一斤一百到七八十块而已 三年前 现在一百块了 那你水饺有水饺吗 没有啊 四块没有 没有去啊 没有啦 要怎么去啦 去人家不吃啦 那你如果有人吃就好了啦 我媳妇在睡啊 让他去假睡一下 要不然你做到那儿了 要怎样 要这样辛苦啦 哇 你在打架很胜心腹的呢 没办法 我一个心腹而已 不然像我们的女孩 因为是招牌口味 酒黄再怎么贵 也得舍得下手 虽然少赚点 玻璃多消 细水长流 也是门好生意 八十二岁的余妈妈 余颜桂 五十年前为了拼一间 能够长居久安的起家床 利用山东先生的家乡本领 创业卖水饺 路边摊的用餐环境 没法跟舒适的店面相比 那就把满满的诚意薄进去 希望客人能够感受得到 要养四个儿女 只能靠自己 鱼爸鱼妈路边度过了将近五十个风雨寒暑 靠着双手白手起家 一点一滴累积平凡又不容易的家庭幸福 还好父母的辛劳 儿子们都看在眼里 谨记在心 虽然不会读书 父母给的勤奋踏实身教 已经受用一辈子 于是平年高中开始 就帮忙家里一路至今也做了三十年 一度龙流年爱玩爱趴的弟弟 体恤妈妈的辛劳 也甘愿回家任分煮水饺 珍惜父母打下的基础 兄弟齐心 让路边摊的招牌名气持续发亮 在网路时代 还成了美食地图上的打卡定位点 这样就没办法 不然你说怎么没办法 我问一下 我们就手拼了就是这样 现在由第二代接棒 但仍然有老妈当家 兄弟领妈妈的薪水 赚的都贵妈妈 也算是反补回馈的直接方式 我们大家都对钱 比较没有人看那么重 所以比较会花 妈妈先拌一下 到时候再吃 老头人会很高兴 每天这样 还没没料 看似不起眼的饺子里 有一心一意的专注 和两代其心的凝聚力 也难怪瑜伽的热锅沸腾半世纪 每一颗水饺依旧充盈饱满 来 你要吃 你要吃饺 你现在拿来吃 刚才好 我要吃饺 你要吃饺 你这不要吃 对啊 吃饺 好 星期天一大早 哪怕南台湾的艳阳 难得娇羞伴遮面 头顶还时不时飘来几丝雨水 工友市场内却像挂起烈日来了 大门口迎面 吴慧君的大肠香肠 虽不在地一滩 热烟飞窜 交汁的五香却先熊扑上来 台面上猪脚粉肠香肠各自搜手 糯米肠不分土豆黄低豆口味 条条可爱肥短 则只需要静静躺着 就能够来一票又一票的早餐族 扫货打包带走 你这这么大胖 怎么 大胖 这好好吃 好Q小 这六百 我早起来吃到这一层了 这算第二代 这第三代 比较复杂 我要有些长辈也蛮喜欢吃的 很好吃 真的吗 你都买什么 我来看都买买买的 来 给他吃什么 定睛细看 米肠出炉在天刚破晓 米香芳心有硬性更有嚼劲 一旁起锅的鲁大肠炸香肠 浓香四件 再则猪脚鲁味三色蛋 光靠那银子的色调也够诱人的了 难怪长年拥戴的婆婆妈妈 简直买到有选择性障碍 这个我自己处理的 里面很清晰的问题 早四 我如果坐婚料都是要 上周天就是要十二点 十二点 十二点就 就早上啊然后就出来啊 你什么时间睡觉啊 想睡就睡 可是这一段时间就是不能睡 就这个很累啊 而且这个后面的工作 很多啊 然后整理场景什么的啦 二 三 三 酱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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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 酱油吧 都来一下 早市夜市黄昏市场 胡子朗全都包办 他为前就算八年级儿子 早就晋升左右手胜利君 每个周末为了迎战 观妙市场这一战 对全家人来说 彻夜不睡总还是硬仗啊 尤其手工糯米肠 要从清洗 炒料 半米一条条换 从头开始 长容备工已经不容易 吴慧君家的Q短米肠 换吃起来又更折腾 假如啦假如可能是 十分钟就可以结束的东西 可能会变成拖成二十分钟这样 时间会整个拉长 因为它这个米塞进去的量 就变有限啊 其实如果大条的话 也可以一次进去 可能我们可以十条就结束 可是一小条可能变成说 要二十条才可以结束 其实一开始也是像这样 它也是像这样灌 这样做 然后很不好卖 然后可能就 不然就灌小条一点看看 客人看到说它锅水 然后他们就一直吃 而且那个面子还有一点 不翻长短后薄 用蒸肠衣灌来的米肠 总是鞋桶纯正或蒸架食 但若说起清洗 这项幕后工程 那大概十个掌勺人 有九个都问之丧胆 吴慧君跟儿子 也是在走过十多年的 血汗心路后才摸索出 可以以发酵的米水反复反省 梦里厂它那个 钳制的那个作业 在整理那边最重要 你如果一整理不好 味道就会出来了 其实我刚开始又说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味道 人家说短片 它那个臭味出来 它那个臭味 即使老一辈的会很喜欢 现在的没有了 所以都要整理得很干净 米肠跪在制成细索 清理不易 粉肠的性能砍又更高 肉要腌制 工序要调和地瓜粉红糟 手工灌成接下来烹煮的火后 也一刻不容放松 米肠你可能火固定就好了 那你粉肠的话没办法 你如果火如果不够旺 你刚下去的时候 它那个粉肠没办法有那个透明的颜色 如果你火可能那个小 它出来一切下去 它感觉就是不会有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市场人生不是道理来活里去 就是没日没夜 不惠君却反而处得自在 年轻时他占过百货专柜 却总觉得被绑在冷气房里太不自由了 于是婚后跟先生卖起盐酥鸡 直到后来越卖越乏味 这才跟妈妈讨教了几样手工绝活 这也要五十 这要一半 这要一半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制作 那个咸酥鸡那个就是 一般那个材料就是我们 然后跟那个加盟店 那个红椒粉什么的 就好像做起来 好像没有自己那一种成就感 我就是开始在这个饮料 年后转岸边茄子 做生理 买滷味 鸡肉 其他的东西都有卖 油肌 烤肌 蜜猪腿 叉烧 盐水肌 盐水鸭都有 所以说跟我们女孩说 我跟你说 管这个 这个我们给你保证你去买 绝对保证你 你还要有下做生理 有下做生理的材料 母女两善料理热衷做生意 孙子郭怀文从小更是习惯了 在市场里钻来跑去的环境 长大后 乡间门口若大庭院 搭建成铁皮厨房 长下里三色蛋药 层层叠叠叠的蒸 冷冬里 彻夜陪着妈妈灌粉肠 米肠炸香肠 她也剥鞋泪不绝地苦 反而滋生出兴起来 其实我本来 我那时候在做 我刚开始在 还没回来做之前 我也是在做算厨房的 我牛排馆 这个还比牛排馆轻松的 我个人觉得 因为你看我在那边 我一定要还要在那边 餐盘那些 跑来跑去这样 然后可能还要兼台那些 有什么的 其实这个也有花体力 可是我是觉得 那个比较累 郭怀文回想 七年前 自从大学转移夜间不起 他就打定竹要回家帮工 虽然刚上大学时 也曾有过职棒梦 后来全英球队 整体造化放弃了 不过他也自信地认为 当社会新鲜人 还在职场探索人生时 他对生意的驾驭 早就有人有余 且布置南瓜市场 开了发财车 几年前他离夜市人生 都闯得有声有色 有趣就是这样 可能这个要来杀家 这个不会 这个客人很好 这个他不会计较什么 这样啊 对啊 这个要介绍女朋友 这样啊 这事故却不事故 三代人的大肠香肠熟肉摊 与这世界的热情 拼到对味在直过程 最邪悦的运章 所以摊子背后 故事里没有苦字 拥不也换为银亮的日常 还要什么口味可以直接点哦 好 咱们 要干嘛 要六十 屏东中州路 每到周一周五晚上的熊殿 让淳浦小镇难得花枝招展 来 欢迎光临烤肉 都是新鲜见烤的哦 在地人所谓的熊殿 其实就是固定地点的定期夜市 吃喝玩乐无所不包 其中最诱惑人的 是林永俊和王秀枝的这一摊 米糕的青鸟还有牌 他说其实我没牌 不过让你的香味吸烈 我知道我肚子一直咬起 位在夜市商圈入口起点 王秀枝的摊子正在大花楼 烤台上各式烤物不断翻动 热力逼催下 油酒在烤串上大跳恰恰 然后滴在炭火上面 气化成魅惑香气 即便已经装了静电式抽风机 烤烤达人手底的迷回香 还是毫不吝啬 让路过的人免费品汤 你不要太减 我要做一面料就好 最好的应该是鸡屁股 鸡屁股 鸡屁股 去骨腿肉 妈妈说你是放这样 我们的孩子都一定 一面一面一面 你这台车才可以 王秀枝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夜市 热烤新台币 手底有功夫 别人的烤串为了缩短烤制时间 避免烧焦烤黑 通常事先汆烫土质或是油炸过 上炉台只是回温 沾染烟熏味道 其实只是半套 王秀之坚持要就全套来蒸的 才算是叛烤百分百 差很多 你有刷过 刷过 处理过 它的肉应该怎么说 它的纤维脂应该有点被破坏掉 挣得不较柔 软硬 这些工夫更实际的工夫 都要每个地方都有收成到 肉还不可以烤得太硬 这就是工夫 达人口中的功夫 其实就是叫起工不偷懒 烤串要不断翻面 受热时间分段分散 达到熟而不焦 每一只至少要转动上百次 百分百纯手工 寸步不离还不够 要跟着热烤原肉 才有完美的焊香烤肉 如果夏天时很多 站在这儿站着两十八度 这都要多年 辛苦前的办法 最迫的就是刚才的脖子 一顶一顶会更 一顶一顶骨 你要怎么烤到外面 一般你像外面烤到旁边 会那个顶骨 那里面不省 那就是我们的科工夫 以前有这一只烤骨 看来觉得很大 我论你这里很容易 烟火医学 对 很烟火 那这些肉都一定是关键 把这只给你买 对食材机理 颠若执长 在英才师教 鸡翅 鸡腿 鸡屁骨 还有咸猪肉 烤得香 香香香香 外脆 内嫩 还保留肉汁甜美 不少客人闻翔而来 一吃成主护 就此成为王秀芝的死忠粉丝 都通常都是礼拜五来买 那我鸡屁股好吃 真的吃起来就很软这样 90分 食材蛮新鲜的 也烤得不错 技术不错 肉的有没有 几乎它都有含那个汁 他们家真的是不错 在潮州他们家很有名 王秀芝不只做烧烤 有两把刷子 在夜市累积30年经验 做生意也很有一套 个性热情大方 乐于分享 特地推出食源友情分享架 让客人吃得有感 他搜刮零钱击杀整塔 三种 鸡针还有鸡脖子 和猪排都 我们不需要叫火 叫火 叫火的项目 要成就屏东烧烤王的名号不简单 除了双手内建旋转模式 还有一堆麻烦的前置作业没法省 做的是天黑生意 但一早就得起床处理食材 鸡肉选用全台湾最大的电宅品牌 卫生有保障 鸡皮骨偏爱小巧玲珑 里头油脂较低容易熟成 比较不会有油耗味 对切的话 烤解的话 它相对里面的成分也 比较烤不稳 也烤得稳 它如果没有切开的话 跟肉一样 你肉里面 你如果没有皮肉开的话 它里面的肉也是都弄不到 而鸡腿肉三刀去骨 上烤台后 摊开延展拉薄厚度 增加受热面积 是深烤不焦的细节配包 也是别人半套烧烤 可以省略的麻烦事 我们现在做的部分都是 为了会让烤 会比较好烤 然后客人不会等那么久 也不会有灰水流在里面 七十九年次的林才成 不到三十岁在烧烤领域成才 念国小时就得在家帮忙串肉串 年纪轻轻 资格老 身为独子 解放似乎理所当然 退伍后自动自发进厨房 负责肉品前置作业 把关食材品质抓大不放小 让父母很放心 自己盯自己 这样每一样小事 每一样大事情 也是都要我们自己做 自驾熬煮的酱汁 浸泡半小时入味 满锅的活色生香小鲜肉 就可以接龙串通 铁叉是王秀芝参考国外BBQ 得来的灵感 兼顾环保和卫生 是路边摊很少用到的龟毛要求 现在用这种铁叉还好 竹叉就会害怕去刷到 那个手真的很痛 他像婆婆很有想法 对 他还算蛮前卫的 他的想法 跟着时代不断更新 最后离所当然压求的是 我们最美最美的心 巧蚊还有他的爸爸 屏东的花园主题餐厅 兰花园主人结合本叶和在地食材 打造精致农业园区 餐联好景观美 是许多宴会的首选场地 我两点在家里就准备上这出发了 到这边两点半 菜色有鸡翅 厨排肉 姜树豆皮 青椒 洋葱 香菇 美人腿 客人需要什么菜单我都可以设计 今天的婚宴 新人采取西式Buffet形式 王秀之的烧烤摊也是菜色之一 一盘一盘好料刚上取餐台 不到三分钟秒杀 你家父子两人四手 火力家族 要满足两百位宾客的舌尖享望 偶然的机会到他们家去用餐 那我觉得他把肉质处理得非常好 对 那谈一下觉得说 其实是可以有合作的机会的 客人也都非常的惊讶说 我们竟然把这样子的现场 BBQ的方式融入进来 觉得还不错 因为很好吃 市场算是 就算是夜市搬过来 但是他所呈现给我们的 还是服务OK的话 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冰煮静欢 王秀之脸上洋溢满满的成就感 近几年他努力自我突破 把脚步跨出夜市 三不五时就有熟客 或是循着口碑而来的新客人 请他做外汇 夜市烧烤 变身台式BBQ 就这样走出另一条新路 虽然我们是露宾摊起家 但是我们又一直在进化 一直在创新 像这样的场合 我们有办法去展现我们很多的 不一样的菜色 我们不同的货帽 像是《痞子英雄》等多部电影 电视剧组的庆功宴 也曾经请王秀之出场服务 吃遍山珍海味的大明星们 对熟悉的台湾味赞不绝口 让王秀之更有信心 夜市的平民美食 只要把品质认真到底 换个场景和方式呈现 一样会让人say yes 肉摄饭 肉掌 还有我都可以变国宴 其实是很羡慕 我希望我的烧烤有一天 也会变成果业 现在横跨夜市和外汇的 屏东烧烤王招牌响亮 要做到如今的局面 绝非容易的事情 王秀之原本是西装定制师傅 国中毕业后就投入的裁缝业 三十多年前 遇到成衣开始流行 定制的人越来越少 曾经风光的行业无以为继 于是他说服在摩托车行 上班的先生一起出来创业 结婚的小家庭 你一块家庭 你也是要创业 爱吃烧烤的王秀之 决定来卖自己偏好的这一位 透过舅舅牵线 跟一位老师傅学习基本的刀工 酱料和烧烤基本原理 其他就靠自己摸索 他以前的紙屁股不是像我那样做法 他是整粒这么大粒 全搓下去 这烧烤全都倒灰 因为油很多 一直倒灰 我们刚开始也会吓到 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的东西全部都是光溜溜的东西 我也没过分也没什么 你光溜溜一次下去 你东西好不要刮油 就马上吃得到 这同样用两粒就好了 两粒就够了 那是王秀之 林永俊 除除茅庐 找不到门路 热闹的夜市挤不进去 一再拜托进去了 也是别人不要的位置 你要跳这边 这如果倒下去 好 头三个月生意实在凄惨 林永俊一度想打退堂鼓 不过王秀之认为 就此放弃太不甘愿 拜托先生再多给几个月试看看 还好在东港遇上了贵人 夜市的地主愿意给年轻人机会 终于有了固定的摆摊地点 好 前面呢 定期的雄殿时间之外 夫妻俩还请跑活动 哪里有庙会 晚会 校庆活动 某州比赛 他们就跟着人潮移动 王秀之甚至忙到 预产棋的前三天 才愿意休息待产 就这样打下基础 炉火一天比一天还旺 几年前专攻住家附近的 潮州夜市一样红红火火 在夜市奋斗期三十年 披心带月 风吹雨淋 林荣俊说夜市做生意很辛苦 但也是磨练年轻人耐心毅力的最佳场所 只要认真就有成功的机会 温度这些轻人耐心 我温度这些 我温度这些 你有吃饭水吗 啊 對工作熱情從不熄滅 沒有熱度 其實那個行業 那個事情做不久 大家就是說 你輸大拇指說 好吃你們東西真的很好吃 那個逼賺錢 我覺得還比較有價錢 不被挫折難倒 隨時保持勇氣溫度 林友俊和王秀枝 不管有沒有登上國宴 每天用國宴的態度 自我要求 已經考出壯元名聲 天色還沒昏黃的向晚時分 許多鳳山人 就急著為第二天的早餐做準備 這裡還有兩道 沒有吃要冷藏 小姐 成功錄得晚市 才剛剛準備擺開賺錢正式 黃美甄的街邊麵包攤 已經先搶市一輪 各種麵包一字排開 前面兩台還沒完 其樓下還有兩條長長的伸展台 別看這塑膠箱太過簡陋 裡頭的麵包五花八門 是眾多死忠粉絲的舌尖最愛 好吃 回去跟我們先生吃啊 他就喜歡吃這一家的 料很實在 幾天就會來一次吧 因為很喜歡這個 現在這種 這個價錢應該已經很少可以買得到 一天最少的麵包 大概120種到130種之間 客人喜歡我們就做 有人喜歡就投其所好 用盡全力討好客人的 是老闆黃美甄 麵包攤的品項上百樣 各種傳統口味麵包 還有玻璃櫥櫃裡的蛋糕 當天做當天賣 幾乎是一般麵包店的兩倍以上 物美價廉是他的台幣請拿數 我們買四送一啊 那就等於大概八折而已啊 最好的就是我們的漢堡跟三明治 然後就是我們的炸蛋跟菠蘿麵包 還有我們的波士頓蛋糕 蛋糕系列四十五塊而已啊 不是自賣自誇 而是自豪和自信 黃美甄超推薦的還有現包現賣 得在短時間內現吃的 人氣漢堡三明治 雞腿肉小黃瓜沙拉醬 三種簡單組合 味道不簡單 純粹原味組合成新鮮狗味 也是招牌 馬鈴薯啊沙拉 麻糯豆啊玉米啊樹我腿 那個樹的可以吃蛋打樹可以吃 那個都自己打的 我們都自己做 我們的東西除了鮮奶是 是跟牧場拿的以外 其他的東西我們都自己吃 雞肉總會三明治 它裡面有除了雞腿肉以外 有火腿蛋小黃瓜沙拉 還有肉鬆 賣完了再做賣完了再做 那種東西就屬於限量的東西 你的客人當晚餐啊 當宵夜 從爸爸開始在路邊賣麵包 黃家的麵包攤已經歷經 超過六十個韓屬 是兩三代鳳山人 舌尖記憶的過去式 和現在進行式 黃美甄國小開始就跟著做生意 國中畢業後 成為父親的最佳左右手 爸爸過世後 弟弟製作產品 黃美甄負責銷售 節弟倆攜手經營十五年 後來弟弟早逝 他一肩扛起副業 在老爸爸創立的老攤子工作 超過半世紀 一般下廁所都算母親 對 它點不一樣 點算母親 一般母親的聲音都比較旺 我比較喜歡母親 讓客人跟客人直接觸碰 每天晚上忙到半夜收攤清洗之後 黃美甄等要早上七點才能休息 生產廚房就交給信任的師傅們接力 為當天晚上的商品而努力 一大早飛機改黃豆正在快馬加鞭磨成豆漿 自製的濃醇香和杏仁茶紅茶 一樣是熱銷品項 粉的煮起來的話 還是會喝到一點粉的味道 有那個粉的那個顆粒感都會 我們這個現煮的就是比較會濃稠 然後那個豆漿的味道也比較好 杏仁也是都一樣 蛋白遇到一點點油脂就會消泡 因此和蛋黃麵粉分頭打發 再一起合體 低筋麵粉 玉米粉 比例經過微調 待會烤出來的波士頓派蛋糕體 口感比一般麵包店賣的更蓬鬆有彈性 市面上很少見 沒有人在做這麼大的波士頓蛋糕 這是我們每天的必備商品 有客人會這樣 他這個便宜可能就料會比較差 我們用的料是麵包店比較高級的料 我們都用安薑的 我們不用合成 方亞龍自己開過麵包店 烘焙資歷三十年 跟著黃美甄打拚已經十多年 老闆用料好不好 他內行看門道 雖然是路邊攤生意 他做出來的每個麵包 都講究內涵與外在 譬如說有的海綿烤出來 這個會裂開 然後不會那麼高 他吃起來會比較硬 可是我們這個很高 那個看起來外表很漂亮 這裡以台式麵包為主力 蔥花麵包 海螺麵包 菲律賓麵包 肉鬆麵包 庫里姆麵包 許多麵包店 越來越少做的老口味 都還是熱銷商品 以前要吃就不用吃了 我吃三次都不用吃了 都吃不用吃了 以前要吃就好啊 以前要吃就好啊 你親姐妹還好啦 吃了一輩子皇家麵包的 周茵茵是黃美甄的員工 也是國中同學兼最好的姐妹濤 一路看著好朋友 幫家顧家 忘情於工作 而耽誤了自己的終身大事 覺得十分不捨 於是讓自己的寶貝兒子 念高中餐飲科時又來這裡 半工半讀也算是幫忙分擔一些 他做成年輕的 小孩做得很緊啊 不然我就去湊 不然我就出國了 我都告訴他 這要做麵包 經過十多年的磨練 洪昆明現在已經可以獨當一面 許多年輕一輩的師傅 跟隨潮流 熱衷學做歐式麵包 他逆向思考 要把台式麵包做到專精 成為專門 像那個有的海綿也是 外面也是現在 有些店比較沒有做好 比較傳統 阿樂單價可能會比較不高這樣子 對 我的店就是日新越來越新的嘛 一早開工 一直忙到下午出攤之前 才來得及備齊這麼多品項 普斯一天就要做七十二條 供應生意需要 還批發給早餐店使用 光是雞蛋一天 就要用掉六箱一千兩百顆 食材消耗快 大量進貨壓低成本 另外工作廚房 就在套廳住家一樓 廠租就省掉一大筆 是一般麵包店 很難做到的平價模式 我覺得便宜是王道 我們沒有電珠的壓力 所以我們就把利潤 稍微就是不貴給客戶 中低收入後的客戶 都可以吃得起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我不把家庭抬得太高 因為我覺得夠了就行了 想讓收入不高的人 也有好東西吃 王美增做生意的同時 有分享的心情 性格大氣大方 欣賞年輕人的認真踏實 也樂意傳授工作心法 甚至打算讓洪昆明 成為接班人 我覺得有能力的人最重要 認真地有那個心在做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接近四點出攤時間 王美增陸續出車 把麵包蛋糕載到攤位 最後再把上百公斤重的攤車 拉到街邊 風雨無阻 最累的樓梯 你要搭雨棚啊 要這樣啊 就比較辛苦一點 只要是我們的麵包 一旦做了以後 我們就一定會出來賣 不管那關風下雨 因為麵包一旦做啊 就是不能冷藏不能動啊 給兩個先來 一輩子就做這樣工作 在路邊贊成了鳳山的麵包代表人物 王美增是大家眼中的女強人 熱愛客人 照護員工 提攜後備 但她最珍惜的角色 還是爸媽的孝順女兒 很棒 加油 我爸爸真的是這麼跟我說 你自己要勇敢 就是他給我留的最好的一句話 因為他覺得我沒有結婚啊 所以就一個人會比較辛苦 要照顧照顧我媽媽 還有就是要照顧這些員工 照顧母親忙碌工作 一間挑起雙頭膽子 王美增不喊淚 對她來說就是甜蜜的負荷 她對我意義深藏 我覺得我對麵包的感情無法演義 所以我願意把這個東西 好的東西傳承下去 在街邊專注五十年 平夾的麵包裡 有綿密平實的感情寄播 一百辣的先給你三角骨 可以嗎 辣哥你收一百 那土豆四種還這樣還算好 兩份都微辣 它滿酥脆的 它不會很硬 應該是才能最好吃的三角骨 陶哥認證最好吃的三角骨 每個週四和週日 走為安平的永華夜市 熄來接龍的排隊人潮 對 也沒看錯也沒聽錯 這光天化日的場景 真的是如假包換的夜市 人家都說我在做黃昏期 怕影響到別人做生意 你排隊的話 你排隊的話 太多人的話 可能會擋到人家的門面 時間剛剛過下午三點 的確是一般黃昏市場的營業時間 攤子前的隊伍 不畏日曬 敲手等待 攤子內 周揚勝 蔡小平 這對夫妻檔 兩個大油鍋已經開始熱烈翻湧 產品只有兩樣 酥炸魷魚 爽脆彈牙 配上青蔥洋蔥 辛香洋溢 雞肉的就是翅膀 跟它的胸骨這邊的 中間這一塊叫三角骨 有在運動 所以它這邊的肉比較Q嫩的 而三角骨炸到外酥裡嫩 肉質鮮美多汁 軟骨有脆口咬勁 也難怪聞香而來的 尋味人潮多到外溢 逼得周揚勝只得提前開攤 避免影響鄰居們做生意 很香脆 它放久一點也還是這樣脆脆的 越晚越多人 可能等一下下班時間 就排到那邊去了 知道他們比較早開之後 我就比較早來 如果沒時間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了 我就不想排隊了 就配合他們的時間 對 一開攤人氣就跟油鍋一樣沸騰 周揚勝前台招呼收錢 兒子一旁加料調味 替酥炸魷魚錦上添花 而蔡小平的主力位置 則是負責轟炸 拋客的恐怖慾望 將百途高溫左右夾攻 讓夕陽餘灰有日正當中的炙熱 這樣比較不甘油 也不能太高 它又不能吹電風扇 因為吹電風扇會影響溫度 夏天熱到快暈倒 食材的種類和數量 都會影響油鍋溫度 小心拿捏維持恆溫 再注意油炸時間 是經驗累積的達人心法 而心道更要嚴道 炸到黃金色澤 不只賞金月木 更是入口的黃金時刻 大致上是負責炸 因為我都會怕他們炸薄 怎麼辦藏在東西 就會練 比較會練 有時候在自己在炸 然後會忍不住 就會趕快去後面拿一個解饞 天天吃都吃不膩 熱愛自己的工作 投注熱情 也難怪在美食招牌飛舞 百家爭鳴的美食一級戰區 周揚盛 蔡小平 每天開工比別人早 賺錢夜以忌日 穩居夜市人氣網寶座 我每次來都要買 它搭配洋蔥很脆 然後也不會膩 魷魚的話我給100分 100分的成績 肯定不是憑空得來 都是一分一分的努力 慢慢累積的 就像簡單的三角骨 上油鍋之前 也有棘手的事情得要準備 將近十年前剛開始賣三角骨 清洗時經常被尖刺 扎得哇哇叫 實在因為周揚盛是半路出家不太熟練 原本是上班族業務員 賣的是工廠用的年寇袋 而老婆大人則是在夜市擺攤 賣手搖引 三角骨只有吃過 食材連摸都沒摸過 生活步調比較沒那麼協調 因為一個白天上班 一個晚上上班 還有兩人頭腦 孩子們在出席 慢慢行行都要錢 忙著打拚生活不容易 夫妻倆生活重疊交集 只有睡覺時間 為了家庭和諧 周揚盛 蔡小平 等到孩子稍微大了 覺得工作型態得有改變 討論後決定一起創業 蔡小平提出他小時候 媽媽賣過鹽酥雞 三角骨的滋味讓他難忘 乾脆單賣這一樣試試看 因為三角骨這種東西 在以前的感覺就是 骨頭桌 肉酒 所以大部分的人 比較不願意花錢 去買這種東西 一開始是都一直沒看好 老婆的生意直覺 她心裡半信半疑 但終年轉業既然要做 周揚盛也就拼足全力 跟丈母娘學習 甘草等十多種重要辛香料 私房配方 醃製一天入味 是別無分號的獨家味道 出攤後口碑蔓延 逐漸累積粉絲 成了夜市大熱燥 跌破鄰居攤商在內的眾人眼鏡 也吸引追隨者跟進模仿 我不敢講其他地區 台南在夜市 是我們算第一家 現在夫妻同心行動同步 二十四小時朝夕相處 一起打拼 同甘也共苦 更能體會辛勞 體諒彼此 這是以前分頭拼搏 沒有的同理滋味 時間不到下午三點 做黃昏市場也算挺早 周揚盛和蔡小平 已經加緊準備 當天解凍的阿根廷 新鮮大魷魚 魷魚嘴鋒利的牙齒 得要摘除才好入口 蔡小平說 以前做夜市 賣過手搖影等多種品項 生意都不錯 因為門檻不高 競爭者也越來越多 最後都走下坡 但炸三角骨和魷魚 煙肉和火候控制 需要經驗 有獨特性 要模仿得好不容易 這也是他夜市征戰多年 學到的生意經 我都會偷偷地瞄 看到他們吃起來 很開心 你就會很感動 賺錢是一部分 然後就是賺到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變多 聽到家裡大富貴 賺到寬裕的經濟生活 和美滿的家庭幸福 周揚盛也印證了 勇敢改變 無窮無價 還是得要實際去行動 才會看到那個結果 其實都要用嘗試 靈活變通勇敢行動 再努力發揮 夜市裡的黃昏光亮 映照出小人物的拼搏韌性 路上來來玩往的車流人潮 當夜色降臨 場景立刻轉換 各家攤商小吃 燈火通明 宣騰熱鬧的夜市商圈 集結眾人喜愛的美食大本營 一個燒肉 不要黃瓜 不要醬料 我要兩個燒肉 然後一個蝦排 青菜 蘿蔔各有喜好 歸類為早餐系列的三明治 吃差調到了傍晚 依舊魅力十足 不管是上班族 還是下課後的學生 唯一目標 就是點上一份三明治 我都三歲就開始吃了 很好吃 香香脆脆的 我覺得CP值很高 對啊 因為就是什麼肉啊 蛋啊 兼具各種營養 就是很好吃 然後很有燙烤的香氣 一個就很飽了 對 它份量還滿多的 從小吃到大 雖然老闆比我年輕 謝謝 點餐的人潮越來越多 一旁的油鍋 溫度不斷飆升 三爐齊放 熱鬧得很 燒肉的 燒肉 豬排等一下喔 刷上一層美乃滋 滑潤順口 加點黃瓜 甘甜清爽 放上各式口味的配料 或是有機口味的水果蔬菜 層層疊疊的吐司 三層樓高 就是大人小孩 都迷戀的炭烤三明治 我們蛋的話 是用豬油下去煎的 梅乃滋的話 也是我們自己自己打的 調味上都有特別調味過 對 所以味道上起來 會跟一般的三明治吃起來 口感會不一樣 燒肉或日式豬排 熏肌 蝦排都也都 其實都滿多人點的啦 我們是三片主吃 夾成一份 如果正常的女生的話 一份不一定吃得完 夫妻倆分工合作 完美搭配 串流忙碌節奏 老闆蕭玉翰動作飛快 負責組合配料 太太站在烤爐前 眼明手快 手拿鐵夾不停翻烤 敲出緊湊月鷹 這個翻的速度要快 因為我們追求的不是它的脆 我們追求的是外酥內軟 所以翻的速度要夠快 才不會烤焦 才不會烤乾 對 要保持那個吐司裡面的水分 溫度也很重要 這個其實木炭的那個溫度 非常難控制 一定要每一個地方都平均 不然就很容易就焦掉了 不是吐司燒焦 就是我燒焦 就是我燙到這樣子 蕭玉翰的攤位 地點鄰近市場 每天都享有最新鮮的弟弟之便 豬油嗎 有 謝謝啦 謝謝 OK OK 乾杯 大水都忘記了 大水都忘記了 這禮物也叫我特技鵝 好啦 這個都是當天最漂亮的 采買完備料工作可漫長了 所有的小黃瓜 360度的洗洗刷刷 至少三次才能過關 這樣煮 一次一段時間不要緊 我就說過了 因為賣東西都是我們的良心 它這個肉 它都是每天溫度就是現摘的 它裡基本上有帶筋 拍打的話是可以把它的筋打散 你没有把它拍软的话 你直接这样子切下来 直接下去煎的话 它整个会变硬 这样子腌的话 它比较容易入味 而且在吃的时候不会咬不断 除了银河大众口味 跟咬语中不同 煎蛋用的猪油还得自己炼 我的外面先一大 醬油都是买人的 鸡汤的变的 那不好 它好像顺天然的鸡汤 都这么有骨髮 现在年轻的鸡汤都没了 没了解冲的 看似简单的探烤三明治 求新求变 把细节做到尾 肖于翰原本在饭店当厨师 学的是广东菜和港式饮茶 本以为餐饮生涯会持续在外打转 却碰上疫情来教局 打乱了平稳的生活步调 那时候是遇到那个萨士 萨士那时候很久 2013快天2014的时候 然后又遇到在公司上的 升天上的问题 所以我就离开公司 就回来自己创业 我自己本身喜欢吃三明治的 然后那时候是 三明治应该是没有人做 对啊 因为那时候在逛夜市这边 没有人做的话 我觉得会或许会有机会啦 他们都要说 不要我们人家 要把我钓洞 要去花园 要办 我告诉他 你如果外观市变派的要怎么办 很好 所以我们到 我来里面做自助餐 你外面 这个夜市 你摸到他做的生意 他要开饭店 要开饭店餐厅 我没有人 我告诉他 我们人家要站立地 从小生意做起来 做到你以后探索 你要开饭店 要开 每当妈妈的自助餐店关门时 肖玉翰就在店门口 接续她的夜市人生 起初在晚餐时段 卖三明治 接受度并不高 毕竟对大家而言 吐司贴上的是早餐的标签 我们一开始大概一年的时间 一天大概只卖三条到五条而已 那个时候没有放弃 我们还是很坚持 只是要生活嘛 所以白天再去打工 晚上再继续做生意这样子 我从2004年开始卖三明治 卖到现在 已经18年了 从小至三四岁 大至八十几岁了 他说他都会吃 坚持不放弃 最终迎来希望 一家人互相陪伴 开创更多可能 肖玉翰的母亲 退而不休 天天和孩子一起忙碌 也是种另类的幸福 孩子如果有生气 我们也是感觉有一个欢迎 我就想说 我没有什么事情做 我也是要有一个药物做 我下来帮他做 你一点点烹饪 去过去不怕 近期工作一定都会有 里面上的磨合 因为有生殖啦 但是这是另类的沟通啦 生殖下一定会有一些新的火花 或是新的一些想法 他讲他的我讲我的 然后再去拼做成一个新的东西 未来或许无法预测 更不晓得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或许危机就是转机 而人生最大的财富 是赚到了平稳的生活 和更紧密的母子情 地瓜 芋头 薯条跟地瓜球 看要搭什么都可以 只要地瓜球一个大的嘛 一个大地瓜一个小芋头嘛 武圣夜市走一圈 陈轩映的这一餐 最有视觉和听觉的吸引力 一个大的比较芋头 来一个小地瓜球 地瓜芋头薯条地瓜球 轮番从油炸锅起身 铺斩在铁盘之上 陈轩映和伙伴立刻接手 用敲 用扯 用拉 用拔的 要化整为零 铁匣和铁盘碰撞摩擦 喧哗拉克 吸引第一次经过的过路克 放慢脚步 看看这类似搓麻将台的声响 从何而来 今天它起来就是 它有粘性所以它要拔开会有湿 我们通常把它快速拉开 对 不然它粘性起来的话 就不好拉了 跟西太人的话 就很快就会结在一起 所以动作要更快一点 动作要快不能耽搁 因为食材全沾上了一层 浓稠糖浆 变硬冷却也是几秒之内 转瞬之间的事 要让每个个体都独当一面 被糖浆完整包覆 冷却之后能形成口感乐趣 口感会比较脆 而且它会放比较久一点 外脆内松软 硬吃起来就是牙齿会不舒服 脆脆吃起来就不会 泡过糖浆之后 地瓜芋头 原本有硬度的东西不用说 就连薯条地瓜球 这种内里偏向虚软的吃食 也变得脆口 当然除了糖的香气 还多了超甜滋味 陈轩映建议配上 无糖的茶饮中和 最是过瘾酥爽 而且这上面薯条 刚起来先不要吃 等一下再吃 我先给你 这甜香有夺对台南人的脾胃 看看出现暂停空挡的铁盘 就知道 在摊位后面赶工的陈爸爸 陈白杨和员工伙伴 经常得在众人的注目之下 加足火力 才能缩短寻味队伍的等待时间 大家都在看 不然就烫头 也怕碰到他们 水分一定要逼出来 不然煮起来 大概两三分钟就暖掉了 一定要有电伤 没电伤受不了 冬天最舒服 冬天自带暖油 大锅糖浆是由沙拉油 融合糖粉搅动而成 冰糖的水分最低 冷却后甘甜脆口 加上色泽光亮 能让吃食色相更诱人 一般做拔丝甜品 都以冰糖当作糖浆基底 但陈白杨说 他的锅里没这么简单 五种糖粉有香有甜有脆度 自然也黏住口碑 也难怪南部夜市里 卖拔丝甜品的摊位不少 陈轩应的这一摊 还能特别火热连新台币 这个真的很好吃 而且每个礼拜都要买 我之前都会买很多 然后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吃 今天是帮女朋友买 所以才来这个时间来排队 因为她下班的时间 薯条就没了 100分的话 推荐指数应该有90分 你手上不是已经有了吗 因为太好吃了 所以我又再来买一盒 那你刚才没有买两盒 没有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间 我都还那么好吃 一周六天 轮流在不同的夜市巡回演出 晚上当快手 早上先当无影手 做拔丝地瓜 陈轩应说 他们家不是最早最老 但他自信做得最好 之前然后一颗10秒就可以了 有算过 看到排队人吵就自然好吃 这人打操我一生 他的信心不是凭空得来的 小学四年级开始 帮忙阿嬷削切地瓜 到现在资历超过15年 地瓜的产季 品种 甜度 价钱 他凉若执掌 不选圆润饱满 外观漂亮 适合机器削切的外貌协会出身 别人嫌丑 嫌难处理的 价钱差的 不够甜美的 应该说有甜不美的 反倒暗藏了他的粗味细节 对 我们用起来是真的没有差 吃起来都一样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卖 修哥总的话就这样 就是自己再加工一下 然后就辛苦一点了 这些阿嬷交的生意经 全是陈轩应牺牲了 童年的玩乐时间换来的 小时候爸爸背负上千万赌债 和妈妈阿嬷一起摆摊 撑起一家生活 董事早熟 大人的辛苦他看在眼里 陈轩应放学放假时 除了当阿嬷和妈妈的后勤之缘 还得肩负起照顾老小的责任 陈轩应高中毕业后 选择不念大学 全职投入自家摊位生意 协助爸妈利拼还债 把读书的机会留给弟弟妹妹 后来家里靠着这拔丝甜点 好不容易把债务还清 陈轩应心想 终于能够不再天天 和地瓜芋头为伍 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民俗疫症 我对他比较有兴趣 表演兴死的 但几年前爸爸罹患蛇癌 治疗期间没法工作 一家子的生活重担 又再度落在他的肩上 大块它的口感上 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脆 而且比较容易软掉 因为地瓜水分其实蛮多的 就是它这种大型炸起来 就是比较刚好 搞不好它们做的时候 比较大一点 对 其实我都有去改过 那时陈轩应也成为天选之人 三太子选上他做基辛 一般人遇上这事都很苦恼挣扎 但陈轩应想法不太一样 对义政和宫庙事有兴趣 他心想能当神明的媒介 替信众服务 这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 一方面也希望利他的付出 能替父亲带来好的运气 有敏感体质 他说替神明服务 也能感应到冥冥之中的 无形助力 无神论者听了 也许认为是怪力乱神的 无稽之谈 倒不如说 是他的乐观努力 乐于付出 替自己带来了正面能量 爱惜马爱林的白话翻译是 天助自助者 就如同每天得忍受三个大锅 同时沸腾的预热考验 才有那入口的清香甘甜 40度油 应该油 对啊 好像就每次炸一定全身汗了 法式地瓜要够爽脆 得先把地瓜里头的水分 用大火逼催出来 在夜市现场 浸糖起锅冷却凝结后 才不会让湿气 破坏糖衣的脆度 但偏偏地瓜本身的糖分不少 预先酥炸时 又容易受热变焦 每一锅都得要仔细看顾 不够伤 他在地瓜那个香气不够 第二次他的香气会更出来 陈白阳当初欠下千万巨债时 一度胆怯退缩 一走了之 留下烂摊子给太太和母亲收拾 跑路三年天天懊悔不已 也自责拖累家人 让下一代没有平静安稳的成长环境 儿子没有璀璨的青春记忆 就得代付出征 用流汗换得基本的温饱 自我反省之后 陈白阳提出勇气 出面面对问题 卷起袖子重回夜市 也绞尽脑汁 想要做出一番成绩 几年前确诊离癌 陈白阳一度以为 这样的预热流汗 怕是生活 也是奢求 坎子交棒给最让他信任放心的儿子 但也许是亏欠妻儿的还没填补 人生的责任未了 大病痊愈之后 他更珍惜这平凡又珍贵的夜市人生 也发愿捐助弱势 要将这锅里的钱 分享给其他受苦的港口郎 很幸福啊 可以跟爸妈一起工作 蛮不错的 也是谢谢爸爸妈妈的家庭给我的 陈轩应计划 等生意更稳定 制成标准化之后 要开放加盟 让全台湾的夜市 都吃得到自家的甜品 等当上拔丝地瓜大王 他还是要投入民俗义政的队伍 学习最有兴趣的事 梦想可以为了现实搁置 但清楚知道心中的牌序不断前进 总能兼顾所爱 尝到圆满的甜 综合100 你要拿一个多一点吗 好 帮我结婚啊 入夜已久的屏东潮州晚上九点钟 庙城前 蓝山灯火 几家小吃老店早早打烊了 紧接着就连忙了一天的庙宫 也准备接续关起庙门 偏偏好几桌夜半巡食的客人 像是说好了 万籁聚敬一起上门 我觉得有古早味的味道 算宵夜场 然后古早味 就是古早味的肉燥这样 就久久来吃一次 回味一下 也没有特别就是 吃一个气氛 一个感觉 这间你吃过几次了 这间吗 哇 送不出来的 每次经过潮州 就想说来吃一下 在地的特色 我们也不知道 说他到底是 我吃一口也不知道 说也奇怪 庙口的青汤泡面是个客人 起码五个说不出为何而来 但下一趟经过潮州 总有理由绕进庙口 再点上一碗 其实我觉得它的特色是 就跟基隆庙口一样 你就是在一个庙前面吃东西 就像你走去基隆庙口 你就是 就是一个在地文化 其实我觉得它吃的不是东西 它吃的是在地文化 南州 肯定 万软 万丹都会饱来吃吧 内部有人偏偏 两三天吃 两三天吃一吃 很爱吃 你为我女儿有没有每天来 有没有吃 它不吃不行 水滚 泡面下锅再下几根豆芽 汤的也好 干的也行 体味灵魂就在 自制的油葱绝对得拌得够匀 接着再来盘半熟荷包蛋 或菜补蛋二则一 极简组合就是熟门熟路 老煮过的必点菜色 另外下渡前加点醋 或餐点老屏东人的 专属辣椒酱 落入蛇蜜的风景 则又是另一般别有冻天 它就是微微的辣 但是不是很辣 不是很呛辣的那种辣 就微微的辣 微微的甜 它泡面要吃干的好吃 还是吃汤的好吃 干的 然后加点醋 庙前宵夜泡面卖得 虽是人文气氛 简单的煮面 煎蛋烤吐司却偏偏暗藏学问 比如一碗泡面里 一尺温润柔和的油葱 将如何出事 就是你要买回来 人家都还没剪嘛 对不对 要剪 剪好了要洗 洗好了要晒 晒干好了还要嚼 嚼好了还要去炸 要十几天才完成 从公公手上 传承下来的制油葱酱 红葱头要洗要剪要搅碎 花时间风干酥炸 更得要精润调味 而这些都不在 每天深夜摆摊的工作范围内 裴翠梅是六年即生 二十多年前 刚从越南嫁进潮州的时候 语言不通我话不合 既要过生活又要做生意 可想而知 磨合有多艰巨 开始来我就不好意思 因为我住乡下 我不是这里那么多人 见那么多人 哭又哭几个月 每天都打一队回去 家人都哭得要命 很想一刚下来 我说如果如果 我可以坐车回去 我就回去了 可是我又坐飞机 二十厨头岁的年轻小少妇 离乡背景 为了兼顾家庭 又要跟先生到庙口 帮忙消夜生意 首先得要适应日落 白摊日出休息 而那些日子 每其名叫日夜颠倒 实际上其实是没日没夜 四点 四点坐到五 坐好了五点多六点 回家煮饭 煮菜 弄好了七八点 睡到三点 可是还带小朋友 多忙 在这里我老公会用杯的煎蛋 杯的有没有 他杯的我煮面他煎蛋 都很辛苦 以前那个东西 我都弄外面来 放一个床给他睡觉 他盖那个蚊帐 从几何时 养家育儿工作群 获在一起的漫漫深夜里 潮州一位地处屏洞的 最重要位置 来自高雄竹田外团 内部的夜猫子 也习惯开进 宵夜大阵来觅食 裴翠梅和先生 后来从老一辈手中 接下摊子 也正方网路发达的世代 客人颇文一传百百传万 收益更是好过前两代 高年的时候 四十座五十座那边 高年 高那边 你的桌子摆到那个标准 烧钩那个那一台车 到那边 我不知道 有人等一个钟头 在那边睡觉 不知道耶 他面 感觉 就是在家里 没办法煮出来的那种味道 几乎每个礼拜都来吃一吃 中食顧客 他的衣食不如 对 他生意很好 他生意很好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 网咖泡面特别好吃 那其实他也是大概是 就是一个味道而已 我觉得还不错呀 味道挺好的 在神像前能吃泡面 对 就是头一回 感觉怎么样 刚开始心里有点忐忑 吃完了发现味道还不错 怎么办 要煎饭 什么饭 唐姐面相间 黑夜里的妙口宵夜 摊像极了岸上灯 塔指引路人归来 而实际上也许是 营业深了 睡不着无聊 也许纯粹只想走走 寻点怀念的味道 不管如何 吃完了这一回 下一次总有一百个 再来妙口吃泡面的理由 各式海鲜一把一把 往锅里丢 四五个小炉火力全发 这一晚就是称霸六合夜市 超过四十年的海鲜粥 超胖的 这海鲜粥跟我们从小 我爸妈就带我们一起来吃 我吃了差不多三十年 它这家就是 料就是很新鲜很好吃 弟弟 看你吃得很认真 很好吃 可以吃几碗 一碗就是饱了 你看他一碗就很饱了 身材就知道他一次都吃几碗 这一碗就是谦虚的 食材澎湃 汤头鲜美 米饭粒粒分明 不但在地狼吃不腻 第四常鲜的观光客 也稀里呼噜的 顾不得吃相 嗯 好好吃喔 太烫了 虽然已经稳坐周王地位 老板庄祁章还是坚持现点现做 一碗一碗的煮 以前那一碗的煮 我们差不多二十分钟 要等到二十分钟 对啊 那我拿 那要不要啦 不要啦 人家吃到关系啦 现主的都一定会这样啊 除了海鲜粥 盐蒸虾也是顾客必点的招牌礼食 它这种虾子喔 它的这个头剥开都是蛋的 我们就喜欢吃这个 这个头 海鲜粥可以加料 真的很好吃 而老板娘在后厂 擀皮包馅的咸汤圆 纯糯米制成皮薄软Q 猪肉馅打得超有弹性 平时热卖 风至食品更是功不应求 海鲜粥海鲜粥来现主的 哇 今天人好多耶 出生在码头的工人家庭 庄齐章小学毕业 就得到处打零工扛家计 二十岁那一年 他向亲戚借了一笔钱 盯下夜市摊位 因为距离渔港不算远 就卖起海鲜粥 以前我都不感情 因为我都自己做 以前那个价格很好的 都自己做十几点钟 在做差不多十四五点钟 都睡两三点钟而已 一天 如果要看海还要过头 过头是什么 过头你看这过头都想给他赌骨 赌骨啊 是啊 还要看海 看这没有几点钟 回来到台湘庚 看海很多东西 那蝎子用的这边盘都要去调 那蝎子有调 那蝎子有调 那蝎子都跳我头 为了买到最新鲜的海产 即使每天从傍晚营业到隔天凌晨五点 他还是亲自跑于市场挑货采买 这蝎子 你看看 这只看得懂 白苍苍 白苍苍 这代表很新鲜 没有红 这样代表很新鲜 这蝎子 像这这大米 这都没法的蝎子 这是保鸡 保鸡的 所以才会吃人 看着吃得很Q 很好吃 这芝麻 这都没法的 这高汤 还有中药 还有柴油汤 台语 对 一个晚上下来 料不停地补 饭不停地煮 四十几个年头 庄崎璋对每一碗粥 依旧维持初心 用心烹煮 也就是这样 海鲜粥的地位 在竞争激烈 时时太久唤新的 夜市当中 保持人气和满气 现在儿女都大了 庄老板多了人手 孩子们也从端出 一碗一碗的热粥当中 体会阿爸 当年滋身奋斗的苦 微凉的夜里 来一碗热腾腾的粥 品尝鲜美的海味 也品尝 主粥人的夜市人生 街灯刚刚亮起 高雄南天街林森三路口 传来阵阵的奶油酥味 和煎肉焦香 蛮常来的 有路过都会来买 CP值算还蛮高的 就是我觉得 那个分量看起来蛮厚的 社区小公园的 三角窗入口 风格别致的三轮餐车 和行南老板 已经是在地人熟悉的 街边风景 每晚六点到十点半 从晚餐做到宵夜 品项不多 饲养三明治 都让人一吃想念 看似容易的侵蚀 因为细节而有分量 不同的抹酱和内容 加成迷人滋味 其中最受青睐的是 法式游风鸭腿三明治 光看风鱼的鸭油分子 在肩台上跳跃 味蕾细胞也跟着 粘巴打起来 腌了两天的 然后有风八个小时 我再来手工去骨 土食是比较稍微大片一些的 然后面包要用煎的 才能把那个 抹的那个奶油香气 煎到面包里面去 烤双蟲起司是 老外他们早餐比较 比较常见的 或是下午茶那种 就一个点心 就是烤起司三明治 里面会铺满 莫杂维拉跟切打起司 我上次是吃 美式培根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对 而且他料给的蛮多 常常有时候健身完 要来这里买的时候 他就说他卖完了 今天点那个草莓的吐司 如果敢吃起司的 他们的起司也超好吃的 斜队面那个 寿司店的老板也推荐 然后他们的客人都会推荐 来这边吃这个 好 OK 不好意思 是不是 不是为在热闹的商业区 没有川流的人潮 社区小公园入业后 偶尔才有行人路过 老板杨昌蓉却选择在这 蹲点四年 培养了一票社区死忠粉丝 晚上不想吃得太过丰盛 或是一碗泡面随便打发 就到巷口看看这台 咒服夜出的三轮车 还有多少好料 对啊 蛮多人以为在卖咖啡的 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我这脚踏车是没有电动的 骑到这里我太累了 骑不动了 想说我都已经停下来休息了 那不然我就在这里 先摆看看 摆看看看怎么样啊 就第一天的时候 四年前创业时 杨昌蓉原本想买台胖卡餐车 追着人潮到处趴趴走 但费用太高 让他改用老式人力货车 改装成电动三轮车 反倒成了有型有款的特色标志 公元三轮车三明治 熬成名声 连外送平台都找上门要谈合作 主要是我带出来的 一个小规模的东西 带出来的数量有限 客人异口同声 直呼CP值超高 因为杨昌蓉有技法 吐司间的酥香 培根少油爽脆 出手还很大方 配菜满满让饕客很满意 路边谈生意 没有电租人事费用 成本直接堆叠出物美价廉 因为我就觉得这类型的食物就是 份料一定要足够啊 要不可以开罚单 唯一支出的就是这个嘛 不过刚开始出来卖时 地点差没熟悉度 更没熟客支持 杨昌蓉也曾经遇过极惨淡的时刻 卖最差还有一天是 卖40块就一个草莓吐司 虽然蛮灰心的 是没有想要回去上门的 不会耶 因为当初就是觉得说 应该认真做一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最差就是没有生意嘛 好跟差全是自己的选择 外人看起来没什么大出路的摆摊工作 在杨昌蓉的价值衡量中 其实是自由与开心的实践 原本当上班族做的是自动化仓储 周休二日捞健保齐全 底薪三万四加上业绩奖金 破四万是家常便饭 对不到三十岁住在家里的年轻人来说 收入稳定又有成长性 但杨昌蓉做了几年 觉得日复一日规律又枯燥 跟兴趣差很远 犹豫了许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 最终决定趁着年轻出去闯荡 二十八岁了 如果待久的话 我想要再转换跑道还是干嘛 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 既然这样的话 那不如就试试看看 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东西这样子 他最有兴趣的东西 也就是最大的乐趣来源 品尝美食 于是立定计划朝着目标前进 没有餐饮经验 但要把吃货体验 转成工作基础 他上网找资料 请教朋友 在家自己试验实作 先把油修下来吧 就会用这些油 然后去炸那个 就是编那个鸭油出来 因为鸭肉其实 一般吃起来的话 可能认知上面 就是大家知道 应该是比较 觉得是比较柴的那种吧 然后烟出一点 其实除了它的味道之外 然后就是让它脱水 让它鸭腿里面的水分脱掉 然后改变一些些它的鸡肉组织 三明治菜单里 最繁琐的油风鸭腿 就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 做出不输它吃过的 高级发餐滋味 在亲友间赢得口碑名声 温度不太会长空嘛 温度太高 然后过太久的话 它就会整只鸭腿变得很干很柴 就像 就有点像是用炸的 可是如果温度太低的话 时间没有到的话 那个成品拿出来 就是根本没有熟 自己一直吃到 68 70公斤这样子 然后一直在试做的时候 变成80公斤 而妈妈也才在厨房 每天飘船出的香气当中 得知儿子的三轮车创业梦想 我也很惊讶 给他感到很热 不知道有客户 我的生意不可以好吗 其实蛮紧张的 自己没有做过生意嘛 可是都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了 那就继续吧 龙大我觉得多少要有一点 就想说反正也就这样子嘛 如果卖不了东西 如果再要吃东西就都吃自己的东西 离开舒适圈的过程不仅不舒适 还很辛苦 刚开始的头两年没有生意 只能在路边吹风喂蚊子 但杨昌蓉没有后悔 要趁着年轻还有本钱 慢慢累积出成绩 这里的熟的客人有时候来 就会打个赛啊聊聊天 然后就买个饮料来这样子 就像只要像朋友了这样子 所幸有诚意的东西还是会被看见 不少附近的住户 熟悉了这个小伙子天天出现 有了信任感 想给年轻人一些鼓励 结果一世成主顾 进而帮忙在朋友圈宣传 让杨昌蓉开始小有知名度 一些园游会和假日试集 偶尔邀约他参加 三轮车常常变成是 排队人龙的起始点 到现在收入稳定成长到60K 是很多上班族羡慕的数字 以前可能去上班就是时间到了嘛 然后就起床去打卡 然后你分这个事情做完了 然后就打卡又下班回家了 可是我觉得这自由业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的是 因为没有人会督促你啊 你只能自律 杨昌蓉计划在磨练一两年 也许买台胖卡或是开间小店 继续像海绵一样吸取经验 对未来不画大饼 但求做好每一份客人给的生意机会 做我满开心的 没有特别的有累的感觉 人生敢舍有得 不用薪水衡量价值 在兴趣中找到成就 杨昌蓉把握年轻气力尽情发挥 三轮车有梦想负重 总有天会骑到心中的目的地 小贩的招呼声此起彼落 伴着层次各异的扶鼻香 交织成高雄三民市场的立体感官影像 我买这的时候 我女儿都要怀疑说 我来家买的抖鼻子 下午茶 排队排很久 所以我都直接给她讲一讲 然后我去买其他的东西 而许多高雄人提起三民市场 脑海中荡漾开来的迷魂香 是廖家兄弟的这摊烤黑轮 当作点心正餐皆可 吃货吃肉皆宜 好不好意思抬头 就不能 尽量不要让它有烟 可是你看现在都没有用木炭 不可以太瘦了 不可以 太瘦了 我的东西 我喝皮以后都买香 开玩笑说 不能让客人吸太多香气 但事实上 烤台上各种好料一自排开 熏烤加热过程 油脂被高温逼催转化 而四散的熏香味 让过路客免费品香 再闻香止步 正是廖家兄弟俩的搭人心机 年轻转 外面 米线 海阳 我凝职 海阳 都很有特色 需要让我切 需要像这样切切 杳 害你们说腰起来 所謂恰恰就是帶點 薑膠味膠的綜合色澤 兼具微酥帶軟口感 烤台前弟弟料昆南 忙著翻動各色自製美味 香腸糯米腸 強調用豬腸當天然腸衣 頭滿小吃也要吃得安心 而黑輪片帶有厚度 不易熟容易焦 人氣冠軍考驗師傅功力 吃便宜就好了 你們看手都沒停過 停就超會打牙 然後有哪有哪七八十七 一七喔 不可以摸飛機 也是會爽的 一定都會爽的 職業病也是有的 博玩 專業烤手抓到空檔 就預烤七分熟 客人點餐後再增添三分顏色 節奏分明不疾不徐 是二十多年累積的如火澄清 是靠熱氣 或不是靠 大火一定超大 中秋姐沒有把便宜處理了 中秋姐覺得要休息 我沒有去便宜 這裡也是要烤的 烤台師傅其實原本是油騰塞 賣的是傳統燙麵類 二十多年前在市場做烤黑輪的大姨 年紀見高 體力見失 想要收攤 結束營業 廖家兄弟倆商量之後 從麥麵廊改當烤生 這裡像漆 就是漆中 不借漆 漆中 你說人家小吃到這邊 這樣以前 我們之前買的那個 建議給我鼓鼓鼓鼓 也是要餓的 那就是韓國給你的 韓國給你的 對 韓國給你的 看中市場的人潮和群聚效應 認為比路邊店賣面有發展 廖坤紅和廖坤南兄弟倆 毅然決然轉換跑道 不怕麻煩不嫌累 勇於改變 重新學習烤台技巧 希望賺錢事業更大樓 你如果白白做起來 很快順手 你如果說叫我哥哥 你們這裡做我也踩到翁翁了 白夜也不會在這裡 一旦我東西煮多了 就好氣了 其實烤物配上料多湯好的 豐順關東煮 兄弟倆攜手 一人一攤 分勁合集 果然讓大儀打下的口碑 和生意更加火熱 但有得必有失 兩人忙到平日假日 都無法陪伴家人 那天早上是要穿這樣 過年時候外國還要多 外地來要多 外國還要多 外國還要多 眼看要錯過孩子的成長 弟弟廖昆南於是跟哥哥提議 縮小規模二合一 一人輪座一個月 也輪休一個月 捨下財富的累積速度 要換得再多錢 都買不到的緊密親情 這樣好有時間 有自己的時間 不然你趁你這樣做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又沒問題 沒辦法做 你如果趁我們趁那一個月 那一個月我們自己有價位 可以帶孩子 或是我們做的累積 車子騎去翻島 是怎樣 這樣可以做的事情 他出來的話就是早上8點多就出來了 到晚上回到家差不多11點 那如果站的話 幾乎是吃飯才會走開 我吃飯是在這裡吃 我跟他吃飯是在這裡吃 可以吃 獨立賺錢又合作事業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又彼此加油 輪休的那個月 偶爾對方需要幫忙時 才會現身伸援手 比方有電視台來拍攝採訪時 正在工作休眠期的哥哥 當然義不容辭來當義工 這樣比較有 真的那個睡覺 那你今天再來 對 我待會兒就可以走了 稍微稍微跳 這樣 為了爭取充分的休息和陪伴時間 輪職的那個月只休三天 先苦後甘 用調配時間換取生活空間 兄弟倆有折衷智慧 而老媽媽不輪休 全職坐鎮兩人都幫 誰都不偏心 不然他做就急著做 也比較不會癡呆 對不對 不然你沒有在做什麼 在家看電視 那麼多也是 這樣也很累 是我們做的關係 不做就煩惱了 不做 不做 財富 親情 工作跟自由 每個人心中有衡量的天平 廖家兄弟倆有相同的價值 有捨有德 也是人生的順位排序 把你掛著就好了 我們兩個拼了 我去找我 你 我來找我 來玩 我來玩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